说前几天下午 一对小行李在超市里偷东西 正巧被店员发现 赶紧拿下 店员并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关门放狗来个瓮中捉鳖 说吧都偷啥了 三根火腿肠和两袋鸡腿 这点东西也偷啊 半上半不上呢 小伙说了自己在工地打工 女朋友怀孕了 手里没有钱都是被逼的没办法 再穷都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 就你这做法将来怎么教育孩子 再说了都没能力养活自己 拿什么去养活孩子